万华区的乡土环境 庙语篇龙山寺和地藏庵 主讲张黎文 这个单元的上集 认识了台北市市定古籍蒙甲龙山寺的历史 格局和神明 下集将接着介绍龙山寺的建筑艺术 和重要的节庆 以及蒙甲地藏庵 龙山寺的建筑艺术 铜柱龙柱 全台独一无二的铜柱龙柱 位于前殿正面入口 龙山线条分明 铸身铸造风神榜人物 底部有海浪、鲤鱼 充分展现出匠师 精巧的手工艺 龙山寺的建筑艺术 木雕 抬头一看 梁架上布满金雕细琢的木雕 金碧辉煌的气势 令人叹为观止 前殿的藻井 藻井又称为蜘蛛结网 因为绵密的斗拱一层一层向上 好像蜘蛛网一样 这是非常高妙的技巧 前殿坐落着八角造型的藻井 你看你看 密密麻麻的像不像一把花鱼伞呢 中殿的藻井是罕见的圆形螺旋状造型 八个龙头拱支撑 三十二组斗拱以特定的角度向中心一层一层的挑出 看起来很有韵律感哦 栩栩如生的石雕艺术 内容丰富又变化多端 石材也是使用精美的青斗石 和全周白石 也就是花钢石 我们看到了鲍古石八角形的竹节窗 以及栩栩如生的龙柱 接着我们看到有鲤鱼造型的柜台角 书卷造型的石阶像开卷有意 终殿前有座刻着龙形的石雕 它有个神圣的名称叫玉露 象征是神明专用的道路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龙山市建筑艺术当中的彩绘 梁访和墙壁上的彩绘 题材多是历史故事和花鸟山水 门绳彩绘也是引人注目的焦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焦纸桃 后殿墙上的龙虎壁是1920年红昆幅的焦纸桃作品 龙堵的龙头硕大威严从云海里翻腾 虎堵的猛虎瞪大眼睛从山林中串出虎虎生风 石雕木雕彩绘 焦纸桃和屋顶上的简黏等工艺作品 为庙宇增添了艺术美感 琳朗满目的诗文、莲文和秉额具有文学和艺术之美 也是研究龙山寺历史的宝贵资料 龙山寺里有一块很重要的石碑 叫做《补治龙山寺大势香甜乐石碑记》 记载龙山寺造自乾隆 碑文的第一句话就指出 龙山寺创建的时间是在乾隆年间 这块石碑是西元1829年所设立的 碑文里面告诉我们许多龙山寺的历史 是相当重要的文物 接着我们来欣赏三川殿的门帘 三川殿的门帘写着 龙科杜弥金发大词云只要众生回首 下连是山门开绝路 路欢喜地更尽石柱安心 你注意到了吗 上连的第一个字龙 下连的第一个字山 巧妙的把龙山寺的龙和山 相牵了进去 接着我们来看看龙山寺的节庆祭典 与民俗活动 蒙甲龙山寺每年定期举办节庆祭典 民众来到蒙甲龙山寺 除了欣赏台湾寺庙建筑艺术之美 也可以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乐趣 农历正月花灯展览 巧夺天宫的花灯令人赞叹 近年来 嫩丁咖祈求平安的民俗活动 成为龙山寺元宵节的特色 每年农历2月19、6月19和9月19 观世音福沙的祭典 和4月份的御佛节 以及7月份的渝兰盆圣会 都是龙山寺重要的祭祀节庆 逛完了龙山寺 让我们穿过青草巷 来到旁边的蒙甲地藏庵 蒙甲地藏庵又称地藏王庙 建于西元1760年 1838年重修 地藏王是引领亡灵前往极乐世界的神 在早期天灾人祸频繁的移民时代 地藏王菩萨的信仰十分兴盛 每年农历7月30是地藏王菩萨生日 面方举办隆重的仪式 蒙甲地藏庵自道光18年 重建后到现在仍然保持古葡的面貌 我们可以从刘存的匾额和柱子中 找到蛛丝马基 你找到了吗 地藏王庙匾额的落款是道光年 柱子上上连 善恶分明归地厅 夏连 阴阳 调械 剑 慈心 柱子上的落款也是道光年的 日治时代 日本人原本想把地藏王庙 收归日本官方所有 在信徒的奔走努力下 将寺庙归属于龙山寺 靠着龙山寺的势力 才使得日本政府放弃 从此 建立了龙山寺和地藏王庙的密切关系 蒙甲地藏庵旁有一座昭显庙 俗称大众爷庙 供奉大众爷 这是属于有应公信仰的一种 这两座庙的新建 都是和蒙甲早期移民 因为天灾泄斗的死难频繁有关 大众爷是五祖孤魂的总称 由于移民初期 没有结婚的单身汉很多 死后无人祭祀 埋葬 所以民间建庙奉寺 地藏王庙和大众爷庙 充分反映出台湾移民社会开垦的心酸 这个单元介绍了台北市市定古迹 蒙甲龙山寺和蒙甲地藏庵 认识了寺庙的历史 建筑艺术和重要的节庆祭典 摆文不如一见 希望大家能亲自到现场体验 相信一定有更多的收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